你好 你們有沒有試過想搭港鐵出街 但又擔心要上上下下 怕找錯出口 又不知怎樣轉車呢 現在方便了 懂得用智能電話 就可以解決了 第一步就是安裝 港鐵手機應用程式 MTR Mobile 有不明白你可以找身邊的朋友 或者家人幫忙的 如果已經安裝好 我就用一個例子 跟大家解釋一下MTR Mobile 怎樣可以幫你輕鬆搭港鐵 今天住在南昌村的陳伯 想去大窩口村探朋友 原來可以有兩條路線去大窩口 究竟 陳伯應該搭東沖線 在麗景站轉車 還是經屯馬線 在美孚站轉車呢 首先打開MTR Mobile 在左上角 會見到這個紅色列車圖案 叫做行程指南的功能 用手指按一下 進來會見到港鐵路線圖 用手指按住畫面 就可以向上下左右移動 和放大路線圖 然後在路線圖上面 按一按南昌站 然後選擇起點 再按大窩口站 然後選擇中點 下一步 再按這個紅色的建議路線 MTR Mobile MTR Mobile 就會立即向陳伯建議 最快的路線 也會將其他可行的路線 一起顯示出來 原來經屯馬線轉車 要步行8分鐘 令車程長了很多 陳伯今次就選擇了最快的路線 車程大約13分鐘 只需要轉一次車 轉車的時候大約要步行1分鐘 再按進去灰色這個箭咀 就會見到路線的詳情 由東沖線的南昌站出發 在3號月台上車 然後在麗景站下車 根據車站指示 去到1號月台 轉車去荃灣線 再搭多3個站 就到大窩口了 記住啦 這個這麼好用的功能 叫做行程指南 想再熟習多點點用 快點重溫這條短片 練習多幾次就適用的啦 下一集 就等我們再同大家分享 更多便利長者的MTR Mobile 功能啦 謝謝 謝謝 我們分享